哈喽大家好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大杂蟹的季节 好多人都爱吃 但是如果让你去挑 你不一定会挑 那首先要知道自己想买刺的还是熊的 要看这里 刺的这个肚脐是圆的 熊的这个肚脐是长条的 接下来就是要挑壮的 壮实的肥的 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触摸 看准了 眼明手快去抓一只 哇 抓在手上 看它跟你较劲 你看力好大 如果你感觉到它很有力 那么这只蟹就是壮的 也有人喜欢看颜色的 这个底度 如果是深色的 就是老的 那么就是壮的 但是不是绝对的 还有人喜欢用手去按这个脚的 看它有没有坚硬 但是很危险 你可能会被它咬住 所以说这样挑是最合适的 找准位置 在这个两边 它的肩胛 你窝紧了 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道 而且永远咬不到你 那挑好后呢 你可以叫店家给你扎一下 那这样呢 一来你比较安全 二来呢 它蒸的时候呢 没得挣扎 它就不会变瘦 到家后呢 就给它清水里 养一养 给它吐吐水 给它吐个一两个小时 期间呢 一直要换换水 然后就可以上锅蒸了 水开计时 大火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之间 看蟹的大小 千万不要蒸过了 蒸过了就老了 一边煮 一边就可以做调料了 姜末 醋 蒸姜醋 三西橙醋都可以 这两样东西 除了去腥 主要的还是要帮你暖胃 因为蟹很寒 如果你怕酸 可以加少许糖 这样就足够了 千万不要去创新 不要画舌天竹 那样会把蟹的鲜味盖掉 我们现在来打开一个 讲解一下 蟹的什么位置好吃 什么位置不好吃 先把这盖打开 然后把这个蟹掀掉 掀这个蟹的时候 有可能会带出肠 也有可能带不出 然后把它一般二 有的时候这里面会有黑肠 有的时候你就看不见 然后把这个不能吃 要拿掉 剩下的你就可以安心吃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盖子 这盖子里面呢 除了黄 还有一个沙包 是不好吃的 这个沙包叫法海 被蟹黄包围着 这个法海是不能吃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